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群之中一定隐藏着海族 这个味道我是不会闻错的 狐妖一族 这无形国内居然有狐妖 美味 太美味了 我忍不住了 让我好好享受吧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什么 混乱是海族啊 霓儿 小七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是谁吸气的我们 是我二狗子没有骗人的话 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海族 炸天帮李白是吧 我今天就是来弄你的 那两个狐妖我也一并收下了 这位王八斤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来弄我做啥 大伙儿 我把它栽了 今晚吃海鲜如何 放肆 让你们尝尝海族带来的恐惧 这家伙 怎么对李白有如此深仇大恨 忠无窥窥下 我不好与替身互换位置 只好先躲避他的攻击 然后再找机会 李公子 我 不堪一击 父老乡亲们 你们看见了吗 炸天帮李白为了拯救火源国民众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他是多么的无私 多么的伟大 你公子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了 他又有才 人又帅 怎么这样 为何老天如此不够 带造这么优秀的少年 打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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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点打脸局 一百点打脸局 好机会 傀儡分身 李白已死 你们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是 不可以不弘异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不义重乎 死而后已不义远乎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如此支持李白 我着实感到高兴 但邪不压正 我是不会被这海鲜打败的 李 李公子 李公子没有死 发生了什么事 徐轩 我明明看见李白被海族斩杀 为何他毫发无损 不用惊讶 我乍天帮中各个天赋异禀 收拾个海族还是简单的 李白 我刚才确实将你斩杀了 你是怎么气死回生的 千重劫百世难 横骨匆匆弹指尖 不死区不灭魂 镇骨朔金无人敌 不灭不死的法觉 你这种小海鲜是不会明白的 我劝你赶紧投降 成为我们的晚餐吧 死不灭 死不灭 世间子会有这种法觉 你唬谁呢 我这就把你大血八块 看你死不死 死 你这条是清蒸好 还是红烧好呢 但我又不知道你的本体是什么 好苦恼啊 我决定了 还是红烧吧 古灵棱火 假象 沙水一箭被挡下来了 现在神出鬼没的 差点被你得逞了 看你还往哪排 我去 好大的手劲 老杀神的剑质量不行了 如此劣质的法器也敢拿出来用 悟行国果然是穷乡屁壤呀 本公子甚至不用化出真身 单凭人族化身便能胡杀你 我 我 可我 这回真是丢大脸了 最近连羽强敌 让我打个脸的机会都不给 不太难了 这海族虽然只有鹰面七八层 可他的力量 远远比五星国内的修士项 这就是海外的实力吗 既然这样 就尝尝老子的全力 扶怒火莲 什么破火莲 完全没对怕的 等等 银儿小心 你们小心 雅夫人 雅夫人 小心 李公子 这什么味道 好香啊 傻狗 这就是海鲜的香味 它烤熟了 可恶 今天生到我狗鬼的肉身 今日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有怪物啊 保护好雅夫人 那是 海族 那是什么怪物 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生物 它虽与牛魔同为鹰面七八层 可这压迫感却天差地别 这 这是 小子 清雪海族就把你吓得够呛 你真弱啊 这不是皮皮虾吗 这可是上好的海鲜哦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镜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兵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爽爽便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钉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变狗